你慢慢猜 所以說 你慢慢看好了 只開口一句就快閃 住住話中有話 沒點破的玄機 難道真的起心動念要選立委 沒把話說死不選立委 下個禮拜還即將發表新書 從年以後談到踢爆扁案 參選總統到換住秘辛 一步一步就像是為了延續 政治生涯再鋪路 民進黨是提名林德福 他也登記了 這個難題要怎麼解 要靠智慧來解決 那有沒有可能他退選 改部分區換你來選區立委 謝謝 目前看起來 這要問黨中央 洪副院長我已經強調過很多次 洪副院長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福選 全國福選的一個重要的引導人 初立倫話說得白 洪秀柱是抬轎第一把交椅 但就是沒提到柱姐上轎 有時候還有拿民調給你看 是非常高 民調非常高 超過百分之十五 OK 公司我們去採訪 我會告訴你們 院長聊過了嗎 我想過兩天再跟大家報告 最後抉擇如何 竹柱都在賣關子 看似還在喬 不過柱姐領去秋波回頭來補上一句 好像有透過人說希望見面這樣子 OK 主席是不是 是是是 我突然忘掉了 但是透過別人不是跟我了 說希望見面 但是因為最近我真的很忙 雖然點到為止 卻也透露在10月27日截止之前 都沒時間見朱立倫 洪叔叔會不會靠自己選回立法院 似乎就連國民黨也沒把握 既然你那麼加上宣台吧